大家好,我是玉璐 今天要分享一個素食的餅 我們一般都很喜歡吃蔥油餅 但是素食的人他們其實是不吃蔥 我就問我的朋友他吃素 他就說我們都吃鄉村抓餅 他說鄉村抓餅在自助餐廳賣得非常好 後來我試做以後我就發現真的很好吃 所以呢 現在我們就要跟大家分享這個餅到底要怎麼做 而且他比蔥油餅更簡單 所以第一個步驟就是先燒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溫水麵 半燙麵 先把這個水稍微燒一下 才一下子看到這旁邊有小小的泡泡 就代表這個水溫已經是70度了 現在關火 這個是一般的中筋麵粉 這邊有500公克 我在裡面加一勺的鹽3克 這個熱水秤70度的時候 我把這個油先加進來 這個是花生油 花生油比較香 如果沒有花生油 你用一般的油也可以 現在把水直接加進來 半燙麵的好處就是 這個餅它放涼了以後 它還是軟的 它不會發硬 如果是冷水麵的話 你到時候在做的時候 它不容易擀開 而且它涼了以後會變硬棒棒的 這花生油味道很香 抽下去就很香了 對對對 這已經有這個香味了 這個時候我們在裡面 給它加一點五香粉 這樣它餅皮吃起來就特別的香 現在溫度已經沒那麼燙了 我戴了手套 這個時候我們再下來揉麵 其實戴手套最大的好處 是因為這個麵團真的很黏 你如果沒有戴手套 它一直黏住你的手 你沒有辦法這樣子揉 你就是要邊揉邊在那邊刮那個麵 所以戴手套就很方便 這個很快喔 我們稍微把它揉一下 把這個粉跟水揉在一起就可以了 就是揉幾下而已 現在你看 它一拉它就黏到盆底了 這個時候就不要再揉了 前前後後現在大概也只有揉了30秒 好 現在下面抹一點油 上面也給它一點點油 這時候我們讓它休息一下 蓋子蓋子 10分鐘 時間到 才10分鐘而已 現在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拿出來好了 拿出來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好 我們剛才只揉了一下 只放10分鐘之後呢 現在揉 你看多光滑 是不是變得很光滑 而且變得很柔軟 就是它的那個麵筋就放鬆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稍微再給它揉一下下 這個下面桌面上要不要點點油或者是粉 不用 因為剛才我們上下是不是有抹油 所以這個時候它其實本來就不會沾案板了 那我現在已經揉好了 我就可以開始分劑子了 1 2 3 4 5 6 7 7個 好 分了7個劑子以後呢 我們就稍微把它轉一下就好 讓它休息一下 現在我們在這邊 放一點點油 把剛才的這個 也把它照順序 一個一個擺好 現在我們把它封著 這次讓它休息30分鐘 為什麼說比蔥油餅更簡單 因為今天用的是市售的香菌醬 這個香菌醬直接這樣聞超香 它很像微粒雜醬的那個香味 裡面我剛才看了一下它還有香菇 我們等一下會多一個步驟 做出來會比外面的香菌比更好吃 是什麼步驟 等一下我們就會分享給大家 一般都是直接把這個香菌醬抹在餅裡面 今天的步驟呢 我們先用熱鍋把它先炒一下 現在你看裡面其實含油量好高喔 如果直接爆進去的話 等一下就會很難爆 因為都是油 那我們加的這個叫做麵粉 麵粉加進去它就會變成油酥 這個火現在把它轉小一點點 我們上一次在做蔥油餅的那一集裡面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蔥炒過以後加上面粉 就變成油蔥油酥的那個蔥 包在蔥油餅裡面超香的 才短短沒多久 已經166萬次的觀看 而且做過的朋友都說超好吃 就是這個步驟 所以大家吃素的朋友也是一樣 你就多炒一個這個油酥 現在已經炒好了 現在把它關火 放涼以後我們再來使用 麵團已經休息好了 現在取第一個麵團出來 桌子上面抹一點點的油 薄薄的就好了 就是拿那個休息最久的 對第一個 那你看它休息很久了 這個時候它就很聽話了 這樣我們就把它趕開 唉唷真的不會回彈 對 然後這邊把它推出去 我們就把它推成一個長方形的形狀 推薄 對如果你覺得推不開 那你就再把它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它就很好攤開了 取一個那個鄉村的油酥 我直接把它分成7份 這樣等一下才不會不夠 那我們就用手最快 把它均勻的抹在這個餅皮上面 接著我們從上面開始把它剪下來 其實這個時候光紋這個油酥 就覺得好香喔 很香喔 對 就這樣子剪剪剪 很可愛喔 會黏的話你就稍微刮板刮一下 我記得小時候捲這個都捲直 然後裡面要畫幾條線 然後給人家拆一點要走路 然後你看我這樣輕輕一抖啊 它會稍微再長一點點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這樣子把它捲 捲到一半 這邊也把它捲到一半 這樣就變很像一個乳液的形狀 然後這個把它疊著 疊著以後壓著 這樣就變很多層了 剛才我們捲的就已經是層次了對不對 對 這個再壓下去 它就更有層次 這樣就是一個小蝸牛 漂亮 這個就一樣擺在第一個休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一次像這樣全部都捲好 捲好以後 你看像這個休息的比較久 休息的比較久 輕輕的這樣一彈 它就變好長喔 這樣子它的層次就會更多 然後我們再來捲 一樣就跟剛才一樣 把它捲兩邊 然後疊上來 好這樣就讓它休息 這一次我們就要讓它休息久一點 讓它休息一個小時 現在一樣取第一個麵糰 我們把它擀開 就很好擀了喔 對 反正只要記住擀不開就讓它再休息 讓它麵筋放鬆 就很好擀了 那平常這個一次你多做一些 就像這樣子 把它攤大了以後 可以像這樣子 你看 我們剛才這邊已經做了好幾個了 就把它疊上來 一個一個疊上來 那我用的是像這一種 就是廚房烘焙用的這種子 那到時候你就這樣粉疊收起來 把它放在夾鏈袋裡頭 放在冰凍庫 要吃的時候直接拿出來不需要解凍 就可以放在鍋子上面煎了 鍋子我沒有放油 直接把這一片放進來 我看是個小火對吧 對我們現在把火開成 這種小小的火就可以了 這一片完全沒放油 因為餅皮裡面其實已經有油了 現在大概三分鐘了 我們看一下背面 哇顏色真漂亮 這一面呢 再給它繞一下 好香喔 你看背面也是這樣 這種餅可以直接這樣子吃 那也可以像外面那種蔥抓餅 它們就是這樣子 比較大一大 就是一直轉一直轉 這樣子 這種就是蔥抓餅的方法 就是把它打鬆 好準備出鍋 做好了 來看一下 超軟的 這個放涼了以後還是軟的 撕開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層次 是不是很漂亮 是 超美的 這種蔥抓餅就是要 用手這樣抓著吃 我們現在鍋子裡頭沒有放油 像外面的那一層 這一層它是脆的 這麵皮咬起來好有嚼勁喔 因為我們有的是溫水麵嗎 越攪越香 裡面的那個香針醬 我覺得味道非常特別 大家可以試試看 可能你買得到香針醬 牌子不一樣 內容物會不太一樣 像我買的這個 它裡面是有帶香菇的 因為我覺得它味道真的很棒 大家有空可以試試看 而且我做法非常簡單喔 再來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就把它放在冰凍庫裡頭 要吃的時候就直接拿出來 煎就OK了 早餐就完成了 試做看看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我們下期見